随着全球各国冠状疫情逐步的受控 那么多国也纷纷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解封行动 希望可以重启经济活动 澳大利亚从1月25号第一起病例 至今已经是当地抗疫的第116天 总确诊人数超过了7000人 而澳洲从3月23号逐步的推出封诊措施 一个多月下来现在疫情算是逐渐受到了控制 那么澳洲政府最近就计划要通过三个步骤来逐步的放宽措施 各州将自行决定几时进行三个步骤的解封措施 那么其中疫情最严重的新南威尔士州已经重新开放三个海滩 中小学生也已经重返学校 上个星期五开始启动第一步的放宽措施 餐馆、零售商店、图书馆、游乐场和健身房重新开放 那么在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工作的一名新加坡人 因为疫情暂停工作 两个月来独自一个人在异乡过着零收入的生活 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这段日子澳洲封城的情况 等待复工的焦虑 期盼着生活可以慢慢的恢复如常 之前是心情有一点糟 就是没那么开心 是因为怕失去自己的工作 然后现在就会有一点开心 就是生活能慢慢的恢复 26岁的陈彦章 约一年半前开始在悉尼一家五星级酒店当调酒师 因为这次的疫情 他今年三月中旬被迫停工 疫情在澳洲爆发后 当地政府限制了人民在各州之间的往来 各州也根据当地疫情采取相应管制措施 西南威尔士州从一开始病例最多 所以管制措施最为严格 酒吧 电影院 健身房等场所被关闭 餐厅能营业但只允许外卖 随着疫情恶化 措施也被收紧 从早上到网上 除了上班的人去买他们食物的人 还是去看医生的人 所以现在街上都很少人 除了超市吃茶 所以我平常每个礼拜都会去买菜 超市吃茶就有做了一点措施 所以他们会把几条线放在地上 就1.5米 1.5米 然后让全部人保持一个距离 每个人能买多少个厕所纸 能买多少个罐头 能买多少包肉 这种措施 是因为他们不要人家买太多 由于澳洲政府没有强制民众戴口罩 他发现戴口罩的人很少 主要都是和他一样 在那里生活的外国人 但当地人却相当严格遵守社交距离限制 他们会尽量不靠近员工 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护自己 所以那些员工不跟着那些措施的时候 平常都是另外一个顾客会总来 跟他们说为什么你站得那么靠近我 眼看疫情从4月中旬放缓 新南威尔士州已重新开放著名的邦迪海滩 和两个临近海滩 并允许民众从这个月1号开始 探访朋友或家人 但每次只能有两个成人 也能带上孩子 自限制稍微放宽后 路上车辆明显增加 当地的朋友和在这里面住的朋友 他们也开始出去了 就去不同朋友的家 就很像去一起吃饭 我刚看到了网上有两个朋友昨天去的海滩 然后有几个就说 之前都是去超市市场靠近他们的家 可是现在他们有可能会去更大的超市市场 有几个还担心 有几个还待在家 是因为他们怕关闭音乐再重新开始 我会感到很惊讶 是因为没想到那么多人会出去 在异乡的宅家生活让他特别想家 New South Wales有很多人中了关病 所以我刚开始真的很担心 就和家人聊了很多 妈跟老爸不会念我保护自己 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先保护自己 就是我会问他们怎么戴口罩 新加坡突然涨了很多案子 会很担心 是因为家人都在新加坡 所以都会联系他们 跟他们说要好好照顾自己 限制措施虽然让澳洲的疫情逐渐好转 却让国家经济元气大伤 估计封锁措施使国家每周损失约37亿新元 而对以停工两个月的宴章来说 他只希望可以尽快复工 我的名字还在那个工作里面 所以等这经济恢复了过后 他们才会叫我们回去上班 等待复工的日子 喜欢烹饪的宴章就尝试做新的菜肴 还把过程拍下来和在新加坡的亲友分享 用乐观和积极的方式度过宅在家的生活 期盼疫情持续受控 自己的生活能慢慢的恢复如常